那么解其分 再下来那一句 解其分 就是凡尘分分扰扰 我们用不生不昧佛性本体 可以把这一些分分扰扰的万象 都把它解开 所以我们处理的时候 就是从我们那个佛性之定 来处理万象 凡尘是不是纷纷扰扰 有没有 很混乱 我们可以处理的很理想 我们会不会跟着乱 所以要了解到 我们都有主宰 我们佛性本体就是有一个主宰 是一个主宰在处理 处理那一些很记熟 很不好处理的事 都可以处理得很严满 那个就是解其分 分分扰扰 我们都把它 都解开了 都很理想了